本期我们分享的是 北宋军事制度导致北宋末年军事灾难的根源到底在哪呢 北宋靖康年间宋朝遭遇了金军的毁灭性打击 灰秦二帝受服北上 后人为此于靖康之难或靖康之耻 时人和后人将其称为靖康之耻的原因就是 北宋灭亡的太耻辱了 以往许多学者都从政治方面解析北宋末年在政治上的腐败 但是如十八十九世纪 英军大杀世纪的时候其实也照样腐败 而且政治再腐败也解释不了一个拥有八十万进军的帝国 为什么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被灭掉了 八十万头猪要杀也要杀很久吧 那么北宋军事制度导致北宋末年军事灾难的根源 到底在哪呢 自九七九年 宋辽冲突又围绕着北汉的局部战争上升至全面战争以后 宋朝在河北定州高阳关大量吞兵 在河东地区则以藩阵配合朝廷进军负责束手 自此以后 其河北路有定州路有高阳关路有真定府路有大明府路 并带马军都总管取代宋出的都部署战取旨 宋太祖命令除殿前死的彭日与天武两军以外 自龙位以下皆翻树诸禄由世纪以征讨 进军一屯更翻叠树以保持进军的作战能力 进军更述更有三种名义 约屯柱柱柱与救粮 其目的除了防止军队长期驻扎一地形成割据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保持军队的作战能力 随着宋出统一战争的结束 宋太宗与宋真宗的统治大部分时间中 编换主要集中在河北 故而军队除了驻屯定州的部分以外 其他基本屯于荆棘作际 试图以变量发达的水路交通控制权能力 此时许多朝臣认为更述法已经不合时宜 只会虚耗国力导致将士疲劳 到了1004至1005年 宋朝与辽朝及党项分别缔结 禅云之盟与景德合约以后 这种观点越来越多 此后随着北宋各地都部署司设立以后 驻屯成为进军前往地方屯驻的重要名义 京军驻屯一地而越少更述 真宗朝禁军军级共43.2万 其中京师屯并20万 其余基本屯于河北地下 宋仁宗继位之初 禁军数额并未发生太大改变 而至仅佑五年 李元昊立下并与宋朝发生军事冲突 而这导致了禁军军额与分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并直接影响到其后的军事格局 宋仁宗朝早期禁军主要屯住于定州级京师 在陕西路分部较少 尽管宋夏战争发生以后 宋朝立即派遣中央禁军前往西北地区 参与战事 然而京师所显数者随臣魁头 大力不能辛苦 而崔峰县镇非其所长 有北兵数级川霞金香桥陵之间都不遍袭水土 根本无法适应西北地区的陕地作战 当时在西北地区主持战局的范仲燕与张康等人意识到 长期的和平使得禁军极少更数 而作战能力下降的事实 范仲燕由此奏请于当地招募熟悉地理环境 与山地作战的士兵 在几次扩增番号以后 宋朝禁军军额由真宗朝的43.2万 暴增至人宗朝的庆历年间82.6万 这也就是北宋80万禁军的由来 周然扩大的禁军军额导致财政支出急速扩张 造成了冗兵与冗废的客观事实 但其影响还不止如此简单 地方禁军的军额由宋真宗时期的11% 扩张至人宗庆历年间的68% 这在一方面促退地方同军制度的完善 而在另一方面又导致地方军长期驻扎一地 而极少更数他路的事实 直到宋神宗西方变法期间 将兵法在军中大规模推行 西江禁军基本止于当路更数 更数法作为军事部署制度 以基本废制 由于不再大规模更数 禁军整体作战能力下降 即便在其后经历拓边西北 而训练有素的西军 对于河北平原的作战方式也并不适应 河北方面军因为缺乏战争压力 而迅速腐败化 成为了高粮子弟的避战之中之战 但更为严重的是缺乏备战意识下 河北边备的荒废 张顺民承言 河北方面军的情况说起 不只有战阵守遇之事 为是饮食艳悦游游侠日而已 以致成磊器械反所谓军中之职 不负蒋修 湘喜燕安 久已成俗 这就导致金军南下之时 河北战局呈现一面倒的情况 总之 更述法制废制 后果就是金军南清之时 河北方面军确战投降 而西军在进入河北之时 也因为对平原作战方式不熟悉 而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败 另一方面 在979年以后 与契丹接近而防御相对薄弱的定州 最为河北屯兵之处 定州路兵额长计十万 自禅云之盟以后 定州由不减二三万人 然而其后转运司 利于消兵省废 更不切昭田 因至兵兵日少 至宋慧松时期 定州军额共31指挥 每指挥减为40人 本应有12400人 但实际上 近数不及六七千人 群额近半 张顺民因此奏约 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 尚难如此 其他州军极可知已 河北驻军区额问题相当严重 然而这仅是宋军缺额的一个侧面体现而言 宋仁宗时期 大肆扩张近军军额 造成了冗兵与冗费 但随后相对的和平 导致军队缺额相对严重 宋神宗执政时期 为了消减军额 而赵令并营消减分号 随后于西宁十年正月赵 中外禁军已有定额 三思及诸禄既制 请受岁有常数 其间偶有缺额 为赵令人充填着 其请受便令封装 勿得已用 于次年春季 据处申疏密语 这才照令要求军队中出现缺额之时 将军费封装 而不得已用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 却令人始料未及 轴军进军 有缺额处都不补 钱粮尽予解发归朝廷 原本实行封装缺额法的目的 或许在于 为保甲法提供财政支持 然而随着保甲法推行失败 勿得已用的前提 被人置之脑后 上次军期编储 下至 代还 免负钱之类 接触于此 甚至成了各级政府敛财的工具 自此以后 进军缺额不补之事 逐渐加深 在缺乏战争压力的河北地区 更是如此 这重关间 缺额不补者几半 西桃下人 南平方寇 北市幽艳 所缺者者又三分之一 这靖康间 竟然再犯却 溃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几何 很明显在冷兵器时代 缺额将直接导致 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总之 北宋末年 缺额和更述法废制 所造成的河北方面军 作战能力下降的问题 集中爆发 这成为靖康之难 在军事制度上的根本原因 而这一点是 无法从政治腐败而导出的结论 北宋末年的军事灾难 并不应该由 灰浅二帝独自承担 当然这两个皇帝的神操作 帮金人完成了 七点小说都不敢设想的军事奇迹 但关键一点是 当时的北宋腐败就腐败吧 还没人想怎么打仗 没人想着打就算没人想吧 还军队缺边 北官员喝冰血 这情况就别管战时 金人下死手了